国民党到底要如何布局2024大选呢? 国民党政策会的副执行长李永平,他就给了解封 他说目前国内的选举的氛围 女性会比男性年轻人会比年纪大的占优势 另外就是无论要如何要保证制度的公平 绝对不要因人而涉事 要提名自己强战力的人 而只要朱立伦在提名上头做一件事情 他认为南投立委其实就在2024呢 就能够再赢得回来 这次的林明珍给国民党中央 包含朱立伦主席跟整个党最大的教训就是说 你无论如何第一个要保证制度的公平性 绝对不要因人涉事 绝对不要开特殊的巧门小门 什么不服党纪的、不服规则的、不合乎什么的 就只因为什么给他开便宜的门不可以 这第一点 第二点一定要是最强战力的人 最强战力的人我再讲一次 现在台湾的一对一选举就是这样 年轻的、有战力的、会优于年纪大的、女生会优于男性 很多人不服气 可是这是现在选举的现实 那你基本上今天你就让大家好好的、公平的去竞争 不、不分区立委 不要再用以前那种我觉得非常伪善的做法 台湾现在是什么时刻 你2024这届的总统跟立法院没有处理好台湾就战争了 我们中华民国就完蛋了 已经到这种时候了 你就不必再去搞什么年轻组了 什么学者组了 什么专家组了 什么弱势组了 通通不必 而且这一次的不分区就是全部只有两个组 政治组为第一优先 全部要有经验的 立法院的不分区不再是实习生 不再是给大家政治学习的机会 现在全部要老手进来 回来立法院防守民进党每一个可能的轨迹跟难关 另外就是国安专家 就是真正的国安专家 真正的对美国 对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内部人事决策模式有熟悉的人 就这两类人进不分区 如果朱立伦用这种宣誓 然后好好的提名最强战力的人 我相信连南投这席十个月后也是拿得回来的 南投立委的补选国民党吞下了败仗 那前立委蔡政委员就说 不能只看民调 而且其实来看的是 他表示有很多候选人被提名时 民调其实都很高 提名之后反而民调会一路的下滑 那蔡政委员表示说 选情还要考虑更重要的因素 包含第一个候选人的正当性 为什么是提名他来选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 可能会成为大问题 就会是民调下滑的一个关键 第二点他也提出候选人本身的耐打度 他认为有些候选人金玉其外 但是选战一开打两三下 就被对手打到无法招架 也有些呢是因为战略性的不耐打 那第三个他也提到候选人跨越了同温层的一个号召力 蔡政委认为了有些候选人表面上头可以号召一大群人来相挺 但实质上同职性并很高 没有办法跨出同温层 而同温层又不够厚 到足以当选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蔡政委员他认为 这一回的国民党蓝头立委的补选提名 就是犯了只看民调而忽略其他因素的一个错误 那其实蓝头立委补选是被视为是2024的一个前哨战的 民进党终止了连三败 国民党在选战当中取得了三胜一败机 实质评论员谢韩冰他就示警国民党 应该要迅速整合在野党 因为即使人选支持度很高 选情也很有可能随时会猪羊变色 2024也是一样啊 2024现在看起来虽然好像蓝军绅士还不错 侯伟瑜民调还领先 随时会猪羊变色 大家忘记了吗 上一次韩国瑜的支持度多高 结果最后还不是一样滑铁路 还输到两百多万票 输到快三百万票 结果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 所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的 蓝军只有一步一脚印 然后赶快去整合在野的所有的力量 我老实讲 在野全部整合在一起 跟民进党打都不见得会赢 都不见得会赢 民进党是非常非常厉害 非常会选举 更何况 在野如果还呈现这种分裂的状态 那老实讲 输的可能性其实是很高的 不要忘记柯文哲 柯文哲还是会出来的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 我觉得国民党根本没有任何一个 值得骄傲的本钱 所以我觉得 不管任何一次的选举结果 国民党跟在野党 你们要想到一件事情 你们要真正的让自己变好到 让选民对你有信心 而不是让选民只是因为赌篮别人 所以要投给你 我觉得这是国民党自己要去加油的地方 南安涛立委补选 最终由民进党的蔡培会 以1925票的些微的差距 扳倒了选前被看好的林明珍 那来看的是前总统马英九 今天他到台中来出席活动 他落下了重话 要党中央跟林明珍要深入检讨 然后拿出改革的一个办法 因为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 国民党会非常危险 同位来聚焦的是 这回的南投立委的补选 好来看的是 林明珍他是差一点点 但是最后还是落败 而这也是赖清德上任之后 来看是绿营首战告捷 也是国民党 继去年九合一到今年 北市立委补选的连三胜之后 所遭受到的挫败 现在党内也出现了检讨声浪 上战车展开谢票之旅 南投立委补选结束 民进党籍的当选人蔡培慧 以45218票 险胜蓝营的林明珍 双方仅相差1925票 但这不到2000票的差距 却翻转了这选区15年来 蓝大于绿的版图 我会把我们乡亲 对我的嘱托放在心上 选举结果一出炉 总统蔡英文脸书发文 说这是做事的开始 而这场选战 也是民进党主席 赖清德上任后 首战告捷 对比国民党 从去年九合一大选 嘉义市严选 到北市立委补选 三连胜后 则是一场重大挫败 这场选战 我们没有成功 对不起大家 蓝军检讨败选原因 在这里 给党中央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警讯 长不出嫩牙的数字 这个是就会变成枯枝了 太多的私心致用 太多认为 一定要抢破头来选举 而忽略了应该团结跟整合的必要性 外界分析这次南投立委补选 民进党路空战术凑效 反观国民党则没有培养接班梯队 又曾经在去年九合一大选的胜选氛围 尤其近期陷入总统提名之争 恐怕都是败选因素 可以记取教训 接下来就是总统大选跟立委的选举 当然也希望党中央可以尽速的去整合 南投立委补选被外界比尼 是总统选举的前哨战 国民党想在明年夺回执政 必须彻底检讨回忆民意 记者谢宏如 王生台北采访报道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